韩网媒体报道韩国男子组合EXO中的成员 主唱D.O.督锦秀将不与SM续约 双方结束合作关系 并且除督锦秀外全员续约 此消息一发出牵动无数粉丝的心 毕竟成团也已经7年了 有合约问题也很正常 开年的时候曾是亚洲第一女团的SM旗下的少女时代 就被曝出三人不去约 分别是盲内徐朱贤黄美英和崔秀英 近日徐朱贤也宣布签约了新的公司 一代二代女团全军覆没 小编的寒流出新啊 现在也是不会再有了 而督锦秀近两年来 确实演戏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导致在组合活动的时候经常缺席 还有同组合的张艺兴 也是经常回国参加活动 但是报督锦秀退团的传闻 也是被SM公司通过收尔体育新闻官方否定 表示与整个EXO的合约都很长 不存在合约问题 网传不识 前辈打下的基石 高颜值高话题的成员 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风波 到现在依旧顽强 小编也是很佩服组合里的成员的 其实EXO自2012年出道 出的首张专辑 咆哮Grow就被美国选为当年 最佳KPOP专辑 之后也是顺风顺水 两支小分队 EXO-M和EXO-K 分别在韩国和中国活动 但是随着陆寒 吴亦凡 黄紫涛等 中国成员的归国 这个小分队 也彻底沉寂 现在 虽然没在中国活动了 但是组合里的张艺兴 还是经常回国参加活动的 说实话 几位中国成员的归国 确实给这个组合 带来了不小的创伤 无论是什么原因的 现在这几位 与韩国EXO-M公司 也依然有着合约关联 小编想起前段时候 刚刚与自己老东家 解约的蔡徐坤 也是参加节目爆火之后 与前公司解约 但是蔡徐坤的胜诉 告诉大家 确实是公司有问题 其实呢 还是那句话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就算不在一起了 也可以各自发光 但是千万要对得起 自己的一德 不要做 违法乱纪的事情 最近韩瑜 确实不太平 胜利的事件 愈演愈烈 YG也表示了胜利 将退出娱乐圈 接受警方调查 因为他组合 Big Bang也不会再有全员的演唱会 甚至组合成员 包括G G 也都要受到牵连 所以作为公众人物 一定要谨言慎行 前段时间开会的时候 张凯丽也谈到了 适得一人的问题 他说如果一人适得的话 又怎么能让观众看得下去 你的作品呢 张猛导演的作品 胜利因为黄海波 没办法上映 电视剧《深渊行者》 因为翟天玲和吴秀波 被北京卫视退去 这么多的例子 告诉大家 演员一人的德性 是多么的重要 希望每个公众人物 都能看重自己的德性 给粉丝 树立榜样精神 既然D O的这件事情 已经被SM官方否认了 那么就希望 他能处理好 演戏与组合活动之间的关系吧 希望组合里的成员 能够相互扶持 让这个组合 走得更远 但是还是希望他们 能做出好的音乐的 祝福EXO和D O朱锦秀